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眼睛靠心去发现 所能看到的 并不是普通人人都能够感觉到 都能够看到的 爱心有它自己独特的角度 有它的个性的发挥 所以一般人的思想和体验 往往都比较习惯 用多数人普通的那种经验 或传统的形式 那种传统的共识 那种见解去进行 一般人的思考和体验 都是往往是脱离不了共识 但一般的作者诗人 也往往喜欢用 前人已经创造的 比较习惯的 大家看到的那种形式 去理解 去表达 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 有些史国写的比较套式化 有很多对联也是这样 比如说一讲到祖国 就是欣欣上扬 许日东森 你讲到写一个对联 诸贺 一个过生日 就是富如东海 树比南山 你讲到美人 就是陈日益 落雁 毕业修花 当然这也是城市化 城市化了 它是一种固定反应 比如说一讲 你富如东海 树比南山 当然是一种好意 但它是不会引起 人家特别的感觉 它是叫固定反应 但真正的诗人艺术家 往往要独济慧眼 以刺激独特的方式 去感受 去发现生活 高尔基 曾经这样说过 艺术家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善以探讨 过人的 主观的印象 从其中 找到有普遍意义的 客观的东西 并善以用刺激的形式 注意刺激的形式 互以刺激的观念 所以艺青 它的诗歌表达方式 是非常过性化的 那么它是怎么创作的呢 我们研究一下 探索一下 艺青它的诗子 怎么写出来的 我想很主要的一个 就是从感受出发 而不是从理念出发 不是从主题出发 很多诗 它写得不鲜明 不感人 甚至不争 教化的味道太浓 为什么 因为它从理念出发 那么艺青呢 它是一个 很有传言化的诗人 而且是一个带有 它这个有个绘画的 画家的那种天分 所以它很善意 你想一个画家 善意从机体的生活中 抓住那个一刹那间 产生的某种鲜活的 独特的印象 是吧 画家跟诗人这里相同 它算以抓起 在很快的 在一刹那间 是吧 你还说不出什么道理 它就抓住了 那种印象 那种独特的感觉 也就是说 是有一种 迅速而确定的感觉能力 第一要快 第二要能够把它 凝定 迅速而确定的感觉能力 这是可能是 爱卿写诗的第一步 它这个往往都是 从感受出发 受灵感 冲动 抓住 那一刹那间的感觉 这是第一步 然后呢 再把这种新鲜的 独特的感受 就是外界 着用于自己 头脑的 这种感受 跟自己呢 已经有的那种 生活经验 思想 情感 融合起来 这种一刹那间 获取的这种印象感受 跟自己已经有的 经验 感觉融合起来 联系起来 这个有点类似于 通常我们说的 由紧入情 但又不完全相同 这是一种更加自然 更加完美的一种融合 而且呢 也不是 也不会是由紧 由紧 而近情 感觉呢 不完全是 这个紧 你看这个 他写的那些印象 不是紧 紧物描写 是吧 不完全紧物描写 这是第二步啊 就是说 获取了这个印象 跟自己的 这个 已经有的那些 情感啊 经验 融合起来 第三步 在两者的融合中 引发联想 就创造出呢 这个可以感触的 新鲜具体的 那种视觉形象 就刚才说意象 它不完全是形象 它内隐着 丰富的暗示 这些形象呢 并不是生动好看 它里边有一种暗示 总是象征着某些 更加深眼的意义 是吧 像刚才我们讲的 鼠推车 读了这个鼠推车 鼠推车 在那个干枯的土地上 滋啊滋啊 艰难的行进 发出了 是天穷都震灿的那种声音 非常的悲哀 非常的孤独 这个感觉 可能诗人看到这个感觉以后呢 就想到 哎呀 是一种悲哀感 然后呢 就联想到自己的经验 最后呢 写成这个诗 那么我们读这个诗呢 绝对不完全感觉到 就是这个 爱情过人的感情 是吧 就是写北方的一种风景 不是这样的 它会联想到这个人生 联想到北中国 联想到生活的艰难 等等 是吧 特别联想到这个 战争中的苦难 中国的贫穷 落后等等 就是说 我们这个把读这样的诗呢 就会把那个人民的悲哀 祖国的命运等等 都有可能融合在里边 做着 理解 所以呢 爱情的创作啊 是强调瞬间感受 印象的浮着 主观情感的渗入 瞬间感受 它可能在生活中 接触到某个事物 有种感觉 然后迅速地捕捉那个印象 然后把主观的情感 把它结合起来 可以称之为 异象抒情 这是爱情诗意的一大特点 所以它很多诗歌 创作的过程呢 都表现得非常突出 就是 什么 捕捉 表现 那种独特的感受 然后把主观的东西 加入进去 是吧 那么所以这些印象 它是一种自然 比较自然的形态 它不是像摄影似的 是吧 就是有主观的东西进入 而且你们注意啊 爱情很多诗歌呢 它讲究色彩 色彩的运用 里边也带有感情 是吧 它特别喜欢用那个 灰黄 还有金红 这灰黄 跟那个优异的色彩 是有关系的 当然呢 刚才讲 那个意象抒情 这跟传统诗词的影响 是有关系的 中国古代诗歌 讲究意境 讲究气氛 讲究总体的把握 是吧 造成一种感觉 一种情调 当然呢 爱情这里呢 它也比较放得开 它也运用了 西方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暗示 象征 这是西方印象派 象征主义的影响 对它来说 也比较明显 所以这个 我们说过 爱情 他是画家出身 他的诗里面呢 色彩线条 那种感觉 是非常强烈的 在里边呢 你们能不能读出一些 象征主义 那个绘画的 类似的那种意味呢 是吧 比如说这个 我们非常了解熟悉 像樊高 他的一些画 像向日葵 那种色彩的感觉 他跟我们普通看到的 向日葵是很不一样的 他表现不一定是说 像不像向日葵 他是向日葵 作为一个他的意象 他的感觉 是吧 负载了画家的那种 特别的发现 特别的感觉 所以他色彩 他的线条 他的形象 都是在那种 独特的感觉下 发生了改变了 都是产生一种氛围 所以在爱情的石膏里边 他的意象 他的形象的处理 也带有这个特点 我们要注意 就是欣赏的时候 把握那个基本的情调 里边的声音 色彩 线条 那种雕塑感 像鼠推车 那个雕塑感是非常强 最后我讲一下 这个石膏 爱情石膏形式上的 一些石膏体式上的 一些特点 主要是自由体式 就是说爱情他把散文化的 自由体式推向了高峰 这是他在形式发展上的 一个突出的贡献 这个传统的石膏 包括外国古典的石膏 都是讲格律的 在我国古代 韵文和散文相对 韵律是石膏的 一个主要的特征 那么格律诗呢 它好处是什么 是好听 一耳 是吧 便以流传记忆 人诵 但是到了现在呢 这个诗和音乐 逐渐的脱离了关系 是吧 对音乐感 对行律感 对那个 那个格律 要求的降低了 所以现在石膏呢 是比较少 是人诵 朗诵的 当然也有朗诵诗 比较多呢 是阅读的 更突出的呢 现代诗人呢 理想情感 在开放 自由发展 所以 冲破格律 是一种必然 所以五四以后啊 新诗提倡 自由体 是吧 就是破除格律 破除那种形式化 但是当时的 这个诗太自由了 完全不考虑形式 话怎么说 就怎么写 这样的石膏的 艺术 降低了 而且诗 毕竟不能 完全等同一散文 所以后来新约派提出 要新的格律诗 要强调音乐性 强调格律 是对那种过分散文化的 这初期的那种 自由体诗 提出了纠偏 那么到了爱卿这里啊 他有自己发展 他继承了 郭沫若等诗人 在自由体诗方面的 一些成功的经验 他又有自己的 成熟的那种发挥 比如说爱卿的诗啊 他一般来说 不讲严格的押韵 也不讲圆圣的外在形式 你看他的诗啊 都是长短不易 是吧 不太注重押韵 不讲对撞 也没有贫责 主要讲什么 讲内在的节奏韵力 就按照诗人 要表达的那个内容 那种情绪来起富 所以在自由 长短不易的 接近口语的 散文化的形式中 来表达他的诗情 所以不押韵 不讲修饰的美 用的是口语 但是比较顺口 又和谐 也有一定的节奏感 佛心乐感 所以他是一种 散文化的一种自由体诗 就是形式是散文的 这很重要 形式是类似散文的 但内容它是诗的 有诗的这种素质 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更难 更难 形式上好像是散文 但内在必须是诗的 有诗的素质 那么 所以你读爱情的事 感到它是字迹 不整齐 没有一定的格式 又不押韵 既止以口语为主 唯一的一个特殊处理 就耗用排比 就足以不断地重复 你看像大燕河 在你什么什么之后 在你什么什么之后 是吧 这样处理 就可以一个一个的意向 形成类似于电影似的 一个一个的镜头 这是诗人对保姆的 一系列的联想 一个生活的断片 所以在时空上 它相对的 有一定的间歇 这样的处理 它有一种跳跃性 引发丰富的联想 那种气氛 那种情跳 情调 就要表现充分的多 如果不采用这样的技术 一气连贯起来 那就完全是一种情节化 就跟写散文 写小说似的 就不能够像影片中 那种跳跃的那种镜头一样 能够有更广阔的 一种空间的联想 可见 虽然它不押韵 不讲究 格律 形式 不等也没有形式 所以这种形式 是散文化的诗 为诗歌 它那种 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所以散文化 在爱情这里 也并不是完全不讲音乐性 也不是不讲节奏 它是讲内在节奏 譬如说 大燕和我的母亲里面 那种回忆 追思 怀念 是吧 它用的是一种很舒缓的节奏 就好像聊天 蓄意 倾诉 那种感觉 又譬如说 它用了大量的排比的记事 那些异象群 我们的诗 我们觉得有时候记者也比较短 有时候觉得喘不过气来 是吧 它是一种特别的形式的创造 可以说爱情的自由体诗 是代表了郭沫若之后的又一个高峰 郭沫若以后要是讲自由体诗 写的最好的就是爱情 所以这个爱情呢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 这是一个大气的诗人 他是一个赶食游过的诗人 是吧 是一个有农民式的优异的诗人 也是一个在自由体诗艺术发展 达到又一个高峰的这样一个诗人 值得我们来欣赏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